988新闻线 派出了我们的新闻组 新鲜小鲜肉啊 年轻力壮的张宏 对 他就会去到 这个士庚庄的 这个提名中心那一边 也是这一次的 交点选区之一啦 对 带大家看一下 那边的情况怎样 去感受一下 这个战火的氛围 那今天的新闻 依然是非常的多 马上进入 今天的新闻主线 新闻主线 拉斐斯否认 8月份RON95要降价 他说内阁没有讨论过 有业界人士就爆料说 Tesla来马之前呢 这个AP的持有者 每一辆车子可以卖了 然后可以赚10万 而且还免税哦 沙迪斯退党上站台爆料啊 皇帝要当高级州行政议员 槟城火箭候选人名单 引发的争议呢 曹官有就说 州推荐还有中央 敲定的人选 确实是不一样的 宾州行动党候选人名单的争议啊 还有这个行动党皇帝的风波 纷纷扰扰纷扰扰是延续到今天 继续在延烧的 那今天就爆料说 宾州建议的人选呢 原来跟最后中央敲定的人选 是有出入的 还有这个党内的皇帝呢 已经准备要当高级行政议员 甚至有资深的领袖就说 曹官有会成为拨脚丫首长 哇哦 到底什么回事 我们一一来说 给大家好几个提供 对先丢丢丢丢丢出来 那说到先宣说这个 宾州行动党主席 曹官有他今天证实 宾州联委会建议的这个候选人名单 确实有的人是没有被选上 而党中央最终宣布的候选人呢 也出现了州没有建议的名字 所以才会引发党内的不满 那就说到最终的候选人名单 是由党中央五人临选小组 来做的一个决定 但是他自己呢 就不是在五人小组的成员里面 所以他不清楚 内部的情况是怎样 那另外对于行动党内 有皇帝的这个课题 曹官有是没有多做回应的 他只是说 之前公布的候选人名单 就是最终的名单 那虽然说曹官有这边呢 他就没有多说 但是就好像之前他有提过的 灭政治火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不要回应 不过呢 其他的这个资深的领袖 他们还是轮流的开口了 我们看到 宾州元任第二副首长 拉马沙米 他就直言 这次除名的元任州议员呢 都是属于 或者被视为是属于 曹官有的阵营 很明显 是有这个 要撤换曹官有首长的行动 那也说在槟城呢 有很多人都知道 谁躲在这个倒槽行动后面 那另外拉马沙米也说到 从这次宾州行动党的 州选排阵来看呢 即便曹官有哈 最终真的是顺利连任首长 也会是一个拨脚压首长 他说他也不满这个行动党 这一次呢 处理候选人名单的做法 因为之前呢 就已经流传了一份名单 那这个名单呢 是相似度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名单在流传 而且要除名的 你也应该要更早去通知人家 而不是决定之后才通知 就好像这些人 跟你是陌生人一样 对那其中看到 面对临时除名 这个窘境的 还有原任的行政议员张英 他就有说 自己是在公布名单 当天早上的时候 才接到曹官有的来电 就说 原来他不在名单里面 而且曹官有是说 很shocking 很惊讶的 看到这个名单之后 张英他才知道 原来全部被杀了 不过张英就否认 槟城现在有严重的派系问题 他还反问说 曹官有哪里有派系 那他无论如何 他就有劝告党员 不要放弃行动党 如果组织有不理想的 这个领袖 不代表这个组织不好 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 有败家子 就把这个败家子 直接组出家门就好了 不要放弃那一个家庭 不要放弃这个政党 OK 那对于这个巴掩达南区 原任中议员莎迪斯来说呢 他就是那一个 已经是要行动起来的人了 那今天宣布 退出行动党 独立上阵竞选 巴掩达南区 就是他的原任的选区 他说呢 自己还是很爱行动党的 但是这一次的斗争呢 主要是要针对 他之前有人提过的 这个宾州皇帝霸权 他说不能够让这个 自以为是皇帝的人呢 把槟城当作是 他自己的家族事业 同时莎迪斯也爆料 说州选还没有开打 但是党内这名皇帝呢 他的名字是已经出现在 行政议员的名单上 而且是提出了高级行政议员 就是Senior Ex-Code的这个职位 他也进一步的爆料说 有心人是已经开始在 谋划党选工作的 那这个争议纷扰到今天 看到行动党秘书长 陆兆福就警告 任何党员如果是以 独立人士的身份上阵州选举 就会自动丧失 行动党的党籍 他强调党员应该是 以州的未来作为优先考量 而不是以个人的利益 他就表明说 党员可以自由发言 但是党已经做好了决定 他也不想陷入任何 没有必要的争论理念了 好了 关注完行动党的一些争议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前首相纳吉他的支持者 有正式的表态了 他们会在来临的州选 转向支持国盟 诶 这跟之前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之前他们就预告说 如果你不解救纳吉的话 那我就支持国盟 那今天是说明确表态了 对 因为之前好像这个 国政兼巫统主席阿末扎西 他自己也有说过 纳吉呢 已经通过他的小孩 来告诉他说 要求他的支持者们 要支持大团结政府 可是呢 支持纳吉的马来西亚 国家团结组织的主席 赛默默因人 他就表明 身为巫统党员 他们已经对阿末扎西 就是巫统主席失去了信任 因为他让巫统看起来 就是他自己拥有的 然后提出反对意见的这些人呢 都会被开除 或者是被冻结党籍 所以这些支持者 就希望透过支持国盟 可以依据法律 为纳吉重新的伸张正义 不过呢 有人是反对的 而这个人就是纳吉的儿子 纳兹福丁 他不同意这个做法 他就抨击这些支持者 你们是在滥用纳吉的名号 来谋取私利 因为他说六周选举 跟为纳吉伸张正义 根本就是两回事 那至于身为巫统盟党的公正党 毕竟现在是团家全联的政府嘛 所以是一起的这个盟友 这个公正党的 熟立主席拉斐斯 他就认为 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巫统内部的事物 所以就应该交由 巫统的领导层那边 自己去处理 他同时也认为 以他的经验 要说服人民支持的话 就是获得这个支持 最好的办法 就是专注在最关键的课题了 那说到现在 这个六周选举 就是很快很快就要到了 今天早上的 其实100度 视频论员刘哲伟 他就有提到 六周选举有分析了一段 我们来听听精华片段 你发觉到在这一次 六周选举的时候 我的用词是 很不平衡的分配 200多个议席里面 巫统竞选了108个 对国阵来说 是习惯很小的数字 想当年国阵都比到晚了 现在一半都不到 可是你如果从 一个党来讲的话 其实算108算对的其他了 你不要忘记哦 其余的百多个 是要三党去分的哦 所以在那个数字上 问题不大 可是你从他的布局来看 吉兰丹如果没有记错 45个议席里面 他比了31个 丁迦努也很多 槟城才6个 雪兰儿56个议席里面 才12个 第一是不好打 第二是 他都会专注在东海岸 巫统在那边打 他不打3R 还要打什么 可是他会不会玩呢 因为很多人说 这样不如你看回之前的明年 明年也是有跟巴西奇吗 那时候 伊斯兰党在东海岸 至少有了某些实力 之前明年的时候的对手 是伊斯兰党 叫明年这里 对垒巫统 你可以打青年牌呀 所以现在巫统 除非他打很gentleman 去打经济牌 比如说发展牌 如果不是的话 你还是需要动宗教 你要拉伊斯兰党的票 跟种族 第二点 这个6个州选 也是 可能讲这么巧 也可以讲是人为的 把很多东西 其实简单化了 第一 国大党跟马华部竞选 因为他们竞选的话 讲真 原则上就是 谁赢议席谁竞选 他们没有赢议席哦 所以拿谁的share 你拿西门的share 西门肯定不要的嘛 明明赢的 就没有送你一个议席去打 尤其行动党的议席 你去拿巫统的议席 巫统自己都不够分了 想当年我比较晚了 现在比较少 我还分给你 所以其实好 就是说好运 或者家人为在那边 就是至少简单化了 那个东西 是巫统跟西门去分的了 第二点 很多不稳定因素 现在已经算稳定化了 比如说在槟城 走席部长 已经是曹光游了 没有人去择议 有没有可能变卦呢 不是不可能 但几率比较低 为什么 大人物没有比了 比如说 曹光游做到首席部长 可是郭敏兴还比 斯蒂芬兴还比 可能还有悬念哦 可能哦 但现在是蛮明显的 同样的在雪兰儿 邓古斯达菲没有上场 也是很明显 周五大臣就是公政党的人 是不是阿米罗丁 你们公政党里面 自己打到乱 可是总之就是你们的人 所以其实 这些因素都把 整个不稳定性稳定化 你看啊 在周选之前啊 没有到最后一刻 真的是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是 不过分析的话 可以按照这样的局势 我们大概可以 窥探之后的情况 我也没有觉得对的啦 真的 当然这种进展呢 我们当然随时随地 会跟大家继续的跟进哈 不过在现阶段 就提名日之前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到底有哪些政党 他们会上阵 哪些政党 他们确定不上阵 而不上阵呢 就包括了马华这边 马华总会长 魏嘉祥就说呢 之前他们已经提过了嘛 六周选举不参选 但是他们说 会全力的协助国阵候选人助选 不过呢 他其实也有提到啊 如果国阵的候选人 觉得马华帮不上忙 那马华也不会自讨没趣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那魏嘉祥其实是 昨天出席这个 马华滨海五个区会联办的 自强不惜团结宴会时 这么说到 那说到这个宴会啊 昨天其实也发生了 一些小插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影片呢 因为党员之间的争吵 是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还有人丢椅子 导致一个人受伤 而来到今天 我们看到马华的这一位 雪州联委会主席 黄作信 他是对这件事情 感到很遗憾的 他也表示 会交由党纪律委员会 那边去处理 嗯 他就说到 这一起的冲突事件呢 是因为误会 而引发个别冲突 他也希望受伤的党员 能够尽早的康复 现在VOT 好嘞 来看今天 现在VOT 就说到 纳吉的支持者 已经表态说 他们会投国盟 你认为会影响选情吗 如果你觉得 多少会啊 尤其是对巫统的基层 会有影响 可以点 哇 如果你觉得 靠锤啦 不会有什么样影响的啦 可以点 哈哈 两个选项 欢迎告诉我们 你的看法 来参与今天的 现在VOT 那在下一段回来 我们是要关注 这个经济方面的 之前就是 Tesla要来马了嘛 但是今天呢 有业界人士 就有去爆料说 原来拥有AP 在Tesla来马之前呢 可以卖车 每一辆 可以赚十万令吉的 哇 下段告诉你更多 988新闻线 988新闻线 让你紧贴 时事不断线 你好 我是湘君 你好 我是Sindia 新瑞 我国政府呢 就在积极推动 电动车嘛 在这个时候 就有这个汽车的 业界人士透露 原来 Tesla正式进军 马来西亚之前呢 这个汽车进口 准重AP的持有者 每卖一辆的电动汽车 可以获得高达 十万令吉的免税利润 这个DSF汽车网站编辑 丹尼尔费南德斯 他就说到 传统上呢 AP制度只是允许 持有者你引进 一年以上的汽车 那因此呢 就没有办法引进新车 但是有了这个特殊的AP 这些AP持有者呢 他们现在就可以引进新车 他补充说 这个AP制度呢 是允许经销商 以实际成本的 两倍以上的价格 出售Tesla 那这个价格 就是介于 28万8千令吉 到35万令吉之间的 也就是说 你每售卖一辆的 这个汽车呢 收入可以超过 十万令吉 十万令吉 十万就是一百千了 如果你买比较便宜的车 可以买两辆 对那就说到 这个AP持有者呢 还不需要缴税 只是需要缴纳运费 以及这个保险费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种疯狂的战俘 而且消费者甚至没有办法获得售后服务 或是工厂后备维护的特权等等 所以这个新海峡时报引述 丹尼尔菲南德斯的谈话时 就说到这个AP持有者 不会在国内投资 他们只是为冲淡一个交易员 他们购买这个产品 然后收取保证金 之后就卖出去 所以这个菲南德斯 他就呼吁政府应该重新去选和AP的制度 来去规范电动车磁的贸易 以避免滥用行为继续的发生 我们刚刚在上一段TISO 我们会说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留言区马上就有朋友说 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很久了 之前时不时就被提出来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有人要出来呼吁 政府是不是应该要去关注一下呢 那说到要推动经济 你有一个很好的制度 确实是很重要的 而且你跟区域之间 要达到一个友好的关系 这个也是不容忽视的嘛 看到了香港特首李家超昨天开始呢 就到访马来西亚 展开为期三天的官方 直到明天 就会跟我国这边呢 针对推进经济呀 创新贸易呀 还有这个民间关系的双面合作 来做一个交流 李家超就直言 哇 这一趟的官方大马的行程 整个成果是超出他的预期的 他还透露 大马 印尼跟新加坡三个东盟国 都清楚的表示 会支持香港加入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哎呦 他的名字很长 所以我就记得RCEP 他就说RCEP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要推动各个成员呢 我们可以彻底实现贸易零关税 尽管香港早就已经跟不同的 东盟东协国家 就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特别是我国马来西亚 梁力之间的这个经贸合作 已经成熟 大家说永远都还会有 新的合作空间的 对 那另外一方面 看到交通部长陆兆福呢 他就当然是特别关注在交通的部分 他说 我国能够跟香港在航空领域 有更密切的合作 这样就可以让马来西亚国际机场 KLIA和香港国际机场 成为国际以及区域的物流枢纽 他特别有提到 从香港飞去沙巴亚币 这个航行时间啊 原来是比吉隆坡 飞往亚币的时间还要短 我其实之前不知道那个时机的 真的 原来就是从亚币飞到去香港 只需要两个小时 那但是从吉隆坡飞亚币 其实两个小时半 到两个小时45分都有的 那陆兆福就笑说 其实这个航行的时间比较短啊 所以香港人就很爱去到沙巴那边 去品尝海鲜 陆兆福就希望 沙巴州的这个深海老虎虾 还有石斑鱼 有朝一日 就可以跟阿拉斯加帝王谢其名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要加强马来西亚的物流 这样子我们的国家的海鲜呢 就可以运到全球各地 可能到时直接运去香港 就不就要他们只这样飞来那么远了 就是你想想看香港的美食节目说 我们一斗 这个哈呢 再来吃沙巴给哈 之类的 就很厉害是不是 阿拉斯加的帝王谢其名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来换一个焦点 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应该朋友都会关注的 是 说的就是公正党经济部长 拉菲兹 他日前就挑战土团党最高理事 阿兹敏 来辩论大马经济 这两个人的身份呢 一个是前任的经济事务部长 一个是现任的经济事务部长 他就说呢 他愿意跟 阿兹敏就说 他愿意跟拉菲兹辩论 可是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拉菲兹要一些降低燃油价格 证明自己在国家经济复苏方面 有贡献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所承诺的 不过说到油价下降 之前这个消息 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好像 稍微开心一点 有的 真的 MIDF的研究报告呢 就说到 就预测了 政府很有可能 下个月就会下调 让街舞汽油跟柴油的价格 来输缓我国物价跟生活成本压力 那时候MIDF的研究 真的吗 不过 不过 我要泼大家冷水了 经济部长拉菲兹已经回应了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那个也没有讨论过 所以 其实有没有下调油价这件事情 也是取决于财政部的 并不是他的管辖权限 真的还空慨醒了一场 那时候我还想说 八月份那时候有预计可能会降低13 你总觉得好开心好开心 我不信 我去问财政部这样子 对哦 也是 可能应该再去问一下财政部 安娃 那自从说到团结政府上台以来 他们除了就是一直强调改善经济 就刚刚我们一开始讲的经济的部分 你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负担 就好像改我们讲的 就是猜测这个油价会不会下降 同时他们也一直强调说要打击贪污的 大麻烦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阿战巴基 他接受电台节目的访问时就透露 原来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呢 备受关注的贪污案件是在增长的 而且跟十年前相比呢 54级公务员涉贪的这个现象 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 都是高官 对 他说这些主目的就是涉及是政府人物啊 然后国家领袖啊 律师等等这些人物 那这一类案件非常的复杂 要证明当中的这个贪污元素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是说他们在调查的时候 也相当棘手的 布海也是有提到啊 因为这个六周选举就快到了嘛 阿战巴基就讲 他不认同候选人或是这个政党呢 为选民准备免费的巴士 让选民回向投票的 因为他觉得在巴士上 可能会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是要担心说在上面可以啊 就是助选啊 或者是宣传啊 之类的是不是 那提供这个免费巴士担心会涉及会选 那如果说政府派发电子红包的话 会不会也被视为 被误会为是周选的糖果呢 昨天我们现在的这个 很多人都觉得说是挺敏感的 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是不是 那看到交通部长陆正福就说 政府昨天宣布为年收入 十万令吉以下的国民派发 一百令吉电子现金 他说这个绝对不是应对 六周选举的糖果 而是为了促进数字经济 鼓励无现金支付 这是一个确保目标愿景 可以实现的一个经济框架 一个经济政策来的 不是糖果 那说到明天呢就是六周选举的提名日 竞选期呢就是也是正式展开了 会一脸十四天的嘛 毕竟是一个很敏感的时候 所以看到巫统的熟立主席 穆哈莫哈山 他就叮嘱国阵巫统 108名候选人 在周选举的竞选期间 暂时先不要因为同情 去施舍其他的人或选民 或是你去进行任何的慈善活动 这一概呢 在这段期间都不要去进行 避免被认为是会选 被质疑这个选举成绩 因为之前也是有发生过 就选了过后 这个选举成绩就怀疑是涉及会选 那同时就提醒候选人 不要针对任何的政党 或是个人的议题 发表任何的意见 所有这些议题啊什么的 都交由党领袖那边去做回应的 所以你看啊 在这个敏感的时期呢 做什么说什么都很有可能是 大家都在关注的 大家都会讲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这个周选举有关呢 这个是不是会有利于周选举呢等等 不管是说什么 可能都会被人家放大 比如说这件事情啊 就是纳吉的支持者表态说要投国盟 会带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认为他们这样子做 会不会影响选情呢 我猜一下啊 你先说两个的差别会很大吗 差挺大的 差挺大的 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觉得多少会啦 尤其是对于巫统的基层 因为纳吉支持者很多都是巫统的党员嘛 那另外一个选项只是觉得说 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啦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大部分应该会投 不会有什么影响啦 你果然非常的了解他们 百分之六十二的朋友是投选了哈哈这个选项的 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他们觉得说可能这些支持者的人数也并没有非常的多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那百分之三十八的朋友则觉得多少都会有啦 尤其对于巫统来说就是直接的影响啦 整个成绩呢不到最后一刻我们是不知道 那候选人到底是谁上阵 虽然之前就各个联盟政党都公布 但明天是提名日啊 会不会有杀出哪一个独立人士啊 还是什么事情 你觉得明天才会最终的定案 按照我们之前的经验 也不是没发生的 也不是没发生的 有点惊喜的 对 那所以你想要知道紧追最快啊 最及时的 一定要收这988的Facebook 明天可能我们也会有Facebook live 我们看当天那个情况而定啦 我们肯定是留守就对了 对其实我们肯定是已经派了张宏会去到 世耕庄的这一个提名的战现场那边 去看一下那个选 那个整个情况是怎样的 那988 Facebook这个新闻组编辑小编门 在幕后呢 也是会一直紧追全国这一个 这六周的情况 这个候选人的名字啊 交易战区等等的情况 跟着我们一起来去感受一下 去追日子的周选 周选的热潮 对 我是湘君 我是C甲心锐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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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